比賽當中很常遇到上坡路段或下坡路段 那你們知道該怎麼跑嗎? 歡迎收看這一禮拜的運動J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今天我將教你們在上坡或下坡的時候 該如何運用你的跑姿調整 來讓你在上坡下坡的時候可以跑得更順暢 而且可以不停下來超過一堆人 跑上坡的時候 因為這個斜坡是抖的 你的身體站在上面的時候 跟你的地板會成沒有垂直線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你的身體要稍微往前傾多一點 你的力量才可以往前倒 因為不然就像我們現在站在地平線上一樣 如果是一個平面 你人站在上面是不會前進的 所以你要稍微往前傾 才會讓你的身體力量可以往前丟 那在斜坡一樣 你本來站在這邊已經很前傾了 你的角度要更大 才會讓你速度可以在上坡的時候 不要流失太多 那再來就是你在跑上坡的時候 你的腳要承受的時間 出力的時間較長 你從腳踩下去的那一刻 到衝破垂直支撐點 到推登離開地面 其實這段時間很長的情況下 會造成你在跑步當中 腳留在地板時間過長 這個時候肌肉使用的時間就變久 相對的 你的腳就會疲勞的比較快 所以記得在跑上坡的時候 頻率快一點 步伏小一點 讓你的腳在上坡的時候多換步 來避免你腳停留在地板上時間 變長的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記得上坡的時候 頻率快一點 步伏小一點 那剛剛講完上坡 再來是下坡部分 下坡部分到底該怎麼跑 才不容易受傷 而且不容易跌倒呢 其實下坡是我們大家 在追求速度 可以趕快把剛剛你上坡 流失變慢的這些配速 趕快拉回來的部分 所以在下坡的時候 建議你 稍微把步屏放慢一點 因為下坡如果頻率太快 你腳肌力不足的情況下 很容易導致你在下坡軟腳跌倒出現 所以跑下坡的時候 稍微把頻率變慢一點點 那步距可以稍微拉長 因為步距拉長 這個時候會讓你在下坡 稍微的緩衝能力 可以時間久一點 那下坡跟剛剛有一點不一樣 在一個下坡平面上 你人如果是剛好90度直立 是身體要稍微往後仰的 因為如果你跟地面乘90度 這個時候其實就會跌倒 所以在下坡的時候 身體稍微往後仰 讓你中心留在後面 這個時候可以有效的讓你 速度不要一直往下掉 比較安全 所以跑下坡的時候 身體稍微往後仰 頻率慢一點 步步稍微加大一點 那這些以上 就是教你們大家 在跑比賽當中 上下坡 到底該怎麼應付你在上下坡 會遇到的情況出現 只要謹記這些 相信你在跑上坡的時候 不會用走的 可以超過一堆人喔 好啦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 掰掰